多謝主席、司長、各位官員 大家晚上好 首先在司長領導下 各位官員的通力合作 新勤付出 在疫情這麼複雜多變的情況 依然能夠堅持做好防疫的工作 並有社團、學校和廣大市民的團結配合下 持續做好動態清零的政策原則 保障了市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疫情未來也會出現反覆的一個狀況 我也想在這裡和社民司的這麼多位說聲 多謝、辛苦了 還有繼續加油 首先想和司長繼續探討一下 就是有關於教育範疇方面的 剛才聽到司長說 在我們的二、三年底的時候 才會作出一些智慧 作出我們的智慧教學方面的一個檢討 或者一個成效的工作表 也都很想就是未來可以定期 跟我們的前線的教師 去收集一個使用的意見 去為未來的智慧教學的發展應用上面 提供更加多有力的支撐 在智慧校園的建設方面的話 當局是否也都可以將未來本地的智慧科技 整個發展的需求或者的方向 加入去考量入面呢 例如可不可以協助我們 包括協助我們學校的一些優化軟硬建設施 未來5G的應用 又或者其他跟高薪科技相關的元素 也都加入在智慧校園的建設裡面 另外也都收到一些同工的一個意見 就是希望當局同步可以協助我們各家學校 提升內部的電子設備和優化網絡的 以某校為例 以全校2,100名的學生 是經政府資源添置的平板電腦 大概就只有60部而已 也都希望思想可以按照國後的學生人數的比例 積極去提升平板的數量 並爭取做到建立單班有網絡用這個願景目標 更好推進我們智慧校園的一個建設 另外也都可以盡期去檢視校內的老師 特別是電腦老師和科教老師 他們所使用的電子軟件和硬件的設備 是否能夠滿足教學的需求和是否需要升級 並且將支援出來的電子設備 如果還有一定的質量 可以讓我們有需要的家長和學生去申請使用 希望這些意見都可以得到師長參考 在來年的一個教育基金的申請電子化方面 今年因為教育基金合併而產生了不同的情況出現 包括申請日期的延後 批級延遲 項目申請的制度外板 課程設置的局限 資金審批不足 審批的程序繁複 以及教師非教學工作的量增大 又怕不知道申請會否出現了甚麼問題 而受到限制 或者影響到教學或課堂的規劃 最終是影響到學校教師教的一個情況的問題出現的 亦都想問回當局 是希望怎樣透過電子化的方式 去優化眾多因為基金申請而衍生出來的種種情況呢 另外有關於學校裏面的科普教育方面的一個工作 首先我們澳門有兩個全國科普教育基地的良好的硬件設施 當局過去一年透過科學館 積極推動非高等教育的科普教育的發展 以及培養兒童和青少年對科學的興趣 相關的工作是值得社會的讚許和肯定的 為了更好繼續去做好本地非高等教育的科普教育的工作 和人才培養呢 請問當局可不可以真的就現有一個基礎上面 制定一個短中長期明確的一個科普教育的一個工作規劃 去更加具目的性的和多措施去配合 去推動科普教育的工作的開展 去加強本澳的科技和科普教育的發展的力度 同時培養好我們的教學的質量 做好培養人才相關的工作的 另一方面也會否考慮是因應各校的一個條件呢 人力資源是提供相應的支援措施 提升各家學校的科普教育上面的整體水平 又或者幫助到學校去發展他們的校本科普教育 同樣時間針對在持續進修方面的話 因應相關的老師的訴求 亦都希望當局可以積極去考慮去深化現有的教師團隊的 專業發展課程去構建一個分階段性的 循序漸進式的研修課程體系 令到最終可以令到修讀的老師 可以和相關的高等能力認證士去行接 和可以應付考試的 亦都可以重步提升 幫我們科普老師的一個專業水平 同樣提供了一個明確的出路 與此同時我本人也持續關注《家暴法》實施的工作 剛才聽到社工局的一個回應 每年都會有進行全年的簡報 並且對社會作出公佈的 工作是值得肯定的 現時全年簡報的內容 只是包括基本的數據和個案背景分析等等 反觀三年的法律審視報告是較為詳細的 現在《家暴法》實施了六年了 是第二個三年檢討期 請問當局會不會就近三年的全年簡報 作出一個審視的報告從而 作出研究修法和優化《家暴法》的處理流程 接下來想說說長者 雖然司長說養老金方面未達到調升的機制 但是社會保障基金設置的社會保障制度 是有一個恆常性的調整機制 相關的每年九月份都會對各個指標進行檢視的 現在九月對到現在 相關的檢視報告都未公佈 也想司長可否藉著今天的契機 向社會說明有關的狀況呢 另外一方面也很高興聽到 司長接納我們團隊的意見 持續放寬照顧者津貼的申請資格 現時照顧者津貼 對於被照顧者身體無法治理要求是較高的 一般的長者是較難申請 所以未來會否考慮增加護老者津貼 並且研究引入分級津貼發放的可能性呢 接著想說復康和祖寮的 早前本人就著復康庫庫庫提出了宣免的質詢 亦都得到局方的回應 明年是會將與民間機構合作 去開辦一個庫庫庫的資源中心 去提供各類型的服務 包括評估、選購、教學使用等等的服務 這個工作是值得大家去支持和鼓勵的 但是經濟支援方面 現在澳門的基本上扶具的價格都是不低的 以電動輪椅為例 售價可以由2萬到5萬不等的 想請問局方 譬如也有指出 如果是有經濟不足的一個家庭 可以申請一些偶發性的經濟支援援助 但是這些都是缺乏彈性的措施來的 所以想請問未來局方 會不會持續在累積最高的資助基礎上 去調整調升特定項目的資助百分比和上限呢 最後想講講性教育 政府在未來 請問會不會加強各個教育階段的性教育課程方面 有沒有什麼進一步的一個工作規劃 和一個實質的一個工作的藍圖呢 因為去提升我們的小朋友 或者是我們青年人的性教育的意識 和保護的態度 而且因為局方也都說 是因為性教育的話 需要各界的持份者去通力合作 攜手合作才可以做好的 那有關合作方面的一個工作呢 有沒有什麼具體的規劃呢 想局方或者司長回應的 多謝 1 manos papa verso 1 3 2